现任中山区市议员张炳君 在这次中山区八人抢四席市议员中 得票数五千七百七十八票 拿下第一高票当选连任成功 对于乡亲们的支持和肯定 张炳君特地向大家谢票感恩 强调未来四年会继续为自己的家乡 中山区来打拼 在这四年来其实非常非常的认真 召我们中山区来去打拼 来去努力 所以其实这一次十一二十六号 平均用第一高票 当选我们中山区的事业 代表我们中山区所有人的平坚肯定 大家召对 他永远是我最好的榜样 我也会继续是依照我爸爸 这种认真打拼的心情 继续来为中山区来努力 大家说好不好 当然还是要感谢的人 真的非常非常的多 但第一个要感谢的就是我刚刚说的 我的父亲 我的张锦华 我的爸爸 给你爸爸掌声鼓励下吧 是为陪着我一起打拼 那我爸爸是我最好的帮手 那也是我们大家一直在讲的 一人当选 两人五五 那未来的话 我也会持续来继续的努力 当然我也会让我爸爸 继续要成为我爸爸觉得 骄傲的一个儿子 所以我会继续打拼 未来不管是我们中山区也好 我也是基隆士也好 我觉得会成为我爸最大的骄傲 大书大书大书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